父子出租屋内触电身亡 租户曾反映漏电房东却称不知情 10月11号上午 深圳公民街道上村社区一出租楼内 一对父子触电身亡 而事故发生的原因又是触电导致 根据爆料人的指引 记者来到了公民街道上村社区 事发的出租屋已经是大门紧闭 事发房屋的门上以及整栋楼的电箱被警方封锁 楼内的居民已经搬离 据事者家属表示 他们在这间出租屋已住了将近10年 期间也曾发现过漏电的现象 并向房东反映过 目前公民街道办事处和上村社区 正积极配合开展该栋出租楼的人员 疏散和安置工作 并且聘请了第三方公司 对事发出租屋进行电气安全检测 上村社区也与死者家属取得了联系 做好后续安抚慰问工作